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拜登邀请大金主本周末华盛顿会面 超三分之一美国人生活在空气污染地区 记者直击南加州中餐馆招攻南 看节目同时别忘了给视频点个赞 接下来就走进今天的中文热点 来关注今天的热点头条 SpaceX公司星舰火箭周四上午在历史性发射后 仅三分钟之后 助推器未能与火箭分离 火箭被炸毁 ABC新闻称 马斯克的SpaceX公司未能按计划 使其星舰火箭和助推器分离 被迫终止任务并炸毁火箭 SpaceX的直播画面显示 火箭升空后实验室爆发出一阵欢呼 星舰也在空中喷出白色的气雾 但很快舰载摄像就拍到其底部起火 二级引擎冒烟 火箭开始转向坠落 而在发射后2分40秒左右 主引擎停止工作 一分多钟后 星舰在空中爆炸坠毁 这是SpaceX本周第二次尝试发射星舰 周一的首次尝试 由于加压系统阀门冻结 而在原定时间前15分钟 取消了发射计划 但即便如此 SpaceX公司仍在爆炸发生之后不久 向其星舰火箭发射团队表示祝贺 SpaceX发推文称 成功来自于我们学到的东西 今天的测试将帮助我们提高星舰的可靠性 SpaceX旨在寻求让生命足迹涉及多星球 祝贺整个SpaceX团队 完成了机动人心的星际飞船 首次综合飞行测试 SpaceX表示 该团队将审查数据并努力进行下一次发射尝试 ABC新闻称SpaceX领导层此前一再强调发射的实验性质 并表示任何涉及星际飞船离开发射台的此结果都被认为是成功的 有世界最大航天器支撑的SpaceX公司星舰火箭高约393英尺 按照原计划预计最终可将乘客送往月球和火星 其设计旨在搭载多达100人进行长期星际飞行 星舰旨在运送货物和人员到地球以外的地方 对美国太空总署NASA将太空人送回月球的计划至关重要 两年前SpaceX赢得NASA近30亿元的合同 使用星舰作为载人月球着陆器 这将使星际飞船成为NASA阿尔特密斯登月计划的一部分 将太空人从该机构的SLS火箭和猎户座太空舱运送到月球表面 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 据媒体周三报道 拜登的主要捐款者已收到一份邀请 将于本周晚些时候前往华盛顿与他会面 据被知情人士透露 受邀请人包括拜登2020年竞选活动的一些最大捐助者 和支持者 其中包括那些捐赠或筹集了至少100万元资金的人 本轮的邀请不是通过邮件 而是通过打电话直接邀请的 媒体称这次活动并不是一场筹款活动 专辈认为是在耗资巨大的2024年竞选活动之前的热身活动 在拜登预计的竞选活动之前 白宫和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官员举行了多次会议 几个月来 拜登一直表示他计划参选 上周他在爱尔兰旅行时表示 他将很快宣布是否参选2024年选举的决定 多名人士表示此次与大捐款者的活动细节仍在讨论之中 但预计包括周五晚上在白宫外与拜登进行一次会议 周六拜登的一些高级助手可能会给他们做一次简报 据两位知情人士透露 伊州州长普里茨克和新泽西州长菲尔莫菲也收到邀请 两人都从为拜登筹集了大量资金 如果拜登决定不参选 两人被视为2024年的潜在参选者 来关注生活方面的资讯 根据肺葬协会发布的年度报告显示 超过三分之一的美国人生活在空气污染的地方 根据该报告的定义 颗粒污染也被称为煤烟 是空气当中微小的固体和液体的混合物 来源可能包括工厂发电厂 机动车辆和森林火灾等等 臭氧也被称为烟雾 当污染物与阳光和热量相互作用时 在低层大气当中形成 这些都是导致空气污染的元素 肺葬协会负责政策问题的卡特林普鲁特说 有1.2亿人生活在不健康等级的地方 但这比我们去年看到的要少 这在很大程度上 是因为我们看到臭氧空气的污染有所改善 这确实是个好消息 该年度报告已经发布了24年 多年的报告显示 污染最严重的城市已经从东海岸转移到西海岸 普鲁特说臭氧空气污染 仍然是我们追踪的最普遍的污染物 但是我们已经看到了 臭氧空气污染的改善 这确实是个好消息 不过颗粒物污染还在继续恶化 我们发现生活在细颗粒物污染当中的人数 在过去5年里几乎是翻了一番 普鲁特将臭氧污染下的下降归功于清洁空气法后 标准和法规的改善 哈佛大学过敏哮喘和免疫学临床专家 卡里纳都说 在加州在过去的25年当中经常发生的野火烟雾很大程度上造成了空气污染 这使得哮喘恶化 也可能增加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增加中风和早产的风险 国际知名品牌野花牌绿风胶 专利萃取液体风胶 纯天然高浓度无酒精无杂质 国际权威认证 全美销量第一 718-461-2988 718-461-2988 威达灵芝黄纯虫草 增强免疫功能 促进人体代谢 全美各大深容行热卖中 1888-702-0688 Christine曾专业室内设计师 个性化精品定制 提升居住品质 让空间充满温度 打造向往的生活 来追踪迈哈顿车库 他方事故 纽约迈哈顿下城车库 他方事故造成一人死亡 五人受伤 周三清理工作仍在进行当中 在事发一整天之后 遇难者遗体被抬出了大楼 来看报道 这场事故造成一人死亡 五人受伤 而死者的尸体 由于房屋结构不稳的关系 一直被留在损毁的车库内 直至事发24小时后 才终于要被抬出大楼 疑似NYPD法医部门的黑色车辆 也在楼外接应 据悉坦塌的车库楼顶当时 停放了50辆车 纽约市紧急事务办公室方面表示 他们必须先移除对点的车辆 才能对楼房进行拆解 记者拍摄到的画面显示 大批警车消防车 在临近的佩斯大学教学楼前待命 多辆损毁的私家车 则被一一拖出车库运走 楼宇局的工作人员指出 现场的拆除检查工作 可能还要持续一个多月 我们继续的抵抗 我们必须把这建筑倒掉 但我们尽量把这身体脑倒掉 在安全地上 这是我们现在正在工作 现在正在实际的事 就是把这身体脑倒掉 在安全地上 他们正在做的是 把这身体脑倒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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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土地上 当他们觉得安全地 我们把这身体脑倒掉 我认为我们会在这里 至少一月 抵抗这个建筑 这是一个大大业努 目前车库坍塌的详细原因 仍在调查之中 不过有报道称 设施建筑 曾有多次危险违规记录 他方或与房屋结构受损 有很大关系 继续来关注纽约方面的消息 周二纽约曼哈顿地检办公室 仇恨犯罪小组 向华裔社区进行了 仇压犯罪数据报告 白刊报道 周二纽约曼哈顿地检办公室 仇恨犯罪小组 向华部社区进行了 仇压犯罪数据报告 社区民众通过线上 和线下的刑事参与 其中大华部民权联盟 执行总监王迪 与华部商改区特别项目经理 李德荣到场参加 并在周三向社区公布了 由警方提供 并由亚美律师公会 分析的数据报告内容 以及他们结合华部实际情况 对地检办公室提出的疑问 王迪说 报告指出 在2022年 曼哈顿的仇压犯罪 共有34起 与2021年的37起相比 相差无几 2021年 华部在纽约市 仇压犯罪的发生率 仅次于中城西侧 委居第二 王迪表示 他们已经向地检办公室提出 进一步深入调查 华部相较纽约其他华裔社区 仇恨犯罪率最高的原因 王迪向地检办公室询问 近日在东北老汇街袭击司机并投取车辆的案件频发 被袭击者均为亚裔 这类案件是否会被定义为 仇压犯罪 地检办公室给出了 能被定义为仇压犯罪的标准 包括即使没有受伤的人身攻击 向他人吐口水 抛制物品或液体 有意地骚扰身体接触 口头或通过社交媒体进行的人身威胁 也包括在演讲中涉及的仇恨言论 伴随仇恨词语辱骂的持续跟踪 对楼宇进行破坏和故意针对特定种族性别的涂鸦 也可以被指控为仇恨犯罪 但如果只是有人在街上对你说 滚回中国去之类的话语后离开 可能不会被定义为仇恨犯罪 只能被认为是仇恨言论 周三到场的古奇律师也分享了 4月8日深夜11点左右 一位75岁华裔男子在茂比利街 被游民袭击的案件 游民在追逐该男子一条街区后 用带着金属硬物的拳头 袭击了该男子的头部 造成了前额大量流血 送医后伤口缝了十多针 但警方在将嫌犯逮捕后 在第二天就将其释放 当日王迪也就此类案件的性质 向地检办公室提问 地检办公室表示 法律在经过新的修正后 现在法官有权利 对重复犯案的人要求保时金 如果重复犯案的人的话 法官是现在有新的修正之后 法官是有权利 就是要求保时金的 所以如果有人被袭击的话 一定要报案 无论大小都要报案 然后因为你有重复的报案 才可以保护自己 让这个事情有个发展下去 不然你其实如果不报案的话 你只是把那个危险的因素 继续留在我们社区而已 曼哈顿地检办公室表示 他们已经成立了亚太疫受害者 及证人援助服务小队 地检办公室也公布了 他们仇恨犯罪小组的联络电话 并呼吁民众在拨打911报警的同时 也联络地检办公室 接下来是记者连线环节 如今新冠疫情的影响正在消散 但长达三年的疫情留下的后遗症 还需慢慢恢复 华裔集中的餐饮业疫情期间 受冲击最为严重 行业人员流失情况也非常严重 过去一两年餐饮业缓步恢复 然而流失的员工 行业数数却难以招回 我们现在就来连线本台 驻洛杉矶记者何锡元 来看看加州中餐馆 目前面临的情况 锡元你好 南加州RiverCity老牌中餐厅金元 本周六即将西登歇业 原因就与招工男有关对吗 是的思思 这家有43年历史的老牌中餐厅 它的关门确实就是与招工男相关 其实金元所在的Riverside 它距离若兰基市中心 大概是有一个半小时的车程 但是它仅挨着洛杉矶 新兴的华人聚集区Eatherville东谷 那么可以说当地的华人 其实并不在少数 但是餐厅老板告诉我 其实在疫情之后 他们员工大量流失了之后 他们其实有通过多个渠道去招工 但是很多人呢因为这个身资啊 然后包括行业的那原因呢 最终是没有选择到店里来工作 他们在疫情前呢有20名员工 但是疫情之后呢 包括老板和他太太在内 整个店内只有六名员工 可以说是非常的紧张 而且呢大部分的员工 都已经在店内工作超过20年 所以说大家的体力都是跟不上的 但是因为没有新员工的加入 他们的经营非常困难 他们店里的生意其实非常不错的 但是因为员工太少 无力去这个更好的服务客人 所以他们才不得不选择关店 我们可以听听这个餐厅老板 当时我采访他 他也说了他自己的困境 今天我女儿跟女儿就说今天又来帮 我太太小哥也他台湾赶回来了 所以我刚好的桥就来帮 现在是这么好的 在之前我们有29员工 现在只有六位 所以说生意是不错的 经营的下去人家受不了 品能也不是这么年轻的 所以就说耶稣这个 因为我也试过放在网上 找了经纪人 但是大家都一样 都跑料都说有投资 没有人 都是这个最大的一个 所以就今天的情况就是这样 找不到人 中国师傅找不到 目前都是说 以前跟我的以前 我这个员工 从洗碗开始一直做到师傅 然后外来的人找不到 大部分的人都要找宿舍 我们这里就办好 这个情况确实还挺让人惊讶的 那么西元根据你的观察 餐厅招工男的这个现象 现在普遍吗 事实上这个问题呢 可以说是贯穿了疫情三年多以来 其实这个问题我也报道过很多次 但是它一直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 不仅仅是这个餐饮行业 其实各行各业都面临着这样一个招工男的情况 但是因为餐饮行业呢 华人就是特别集中 所以我们的感受会特别深一点 事实上呢 在疫情期间我就采访过美国中餐协会的负责人 他当时也是预判说 如果招工男这样的一个情况 一直持续下去的话 那么恐怕将会迎来一波这个餐厅关门潮 那么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目前这样的一个影响也开始发挥效用了 比如说像金元这样的一个老字号的餐厅 也是开始纷纷关张洗灯 那么究竟是什么造成这样一个招工男的情况呢 那么其实我也有采访了不少业内人士 他们普遍分析呢 第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疫情之后呢 就是新移民的涌入的数量大量减少 大家都知道其实南加州是很多华人新移民的话 来到美国首选之地 那么在疫情前呢 是有大量的新移民来到这里的 所以说是他们从事餐饮行业的人也不在少数 所以说呢 当时呢 是就是这个行业内的流动性是非常大 就是人员也是非常多的 但是疫情至今呢 就是这个来到这里的新移民数量是大量的减少 所以呢 是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这样招工男的一个困境 另外一个原因呢 他们分析也是一个 在他们看来是更严重的一个问题 就是很多的华裔新移民 以及这个华裔的年轻人呢 他们并不愿意投身餐饮行业 可以说是餐饮行业现在的一个现状是 亲黄不接 很少心血涌入 所以你也是导致这个招工很困难的一个原因 所以说现在餐厅老板认为呢 不仅仅是就是想要招到合适的 就是 就是有 就是相当于说是 有一定经验的员工很困难 想要招到一些新人 但是年轻人加入这个行业也是非常困难的 思思 好的 西元 那根据你的观察以及这个行业人士的预判啊 这样的情况还会持续多久呢 说实话就是行业人士 他们其实也无法去预估这样的一个招工男情况会持续多久 因为疫情期间他们也是觉得说 也许等到疫情结束了之后呢 这个情况就会有所缓解 然而现在疫情的影响在慢慢消散 这样的一个疫情后遗症呢 还在持续的发挥效用 并没有减弱的一个情况 那么它究竟持续多久 大家都无法预估 但是可以看见的是 这样一个招工男 以及招到合适员工很困难的情况 将会长期的摆在经营者的面前 而且呢 随着加州这样一个就是 最低工资不断上涨 用工成本上升 所以这样的一个问题呢 将持续的影响这个从业者 而且我不知道你是否有注意到 我相信不仅仅在加州 应该在纽约州有类似的情况 因为用工成本的上升呢 一些餐厅的业者不得不把员工的 比如说医疗保险啊 以及这个服务费啊等等 是加到了餐厅那个账单的类目里面 所以呢 他们的就是经营困境是非常的显而易见 而且是非常困难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 究竟要持续多久 我们不知道 但是可以相信 未来很长一段时间 都将一直影响餐厅业的发展 好的 谢谢西元 让我们这么直观的了解 南加州中餐馆的现状哈 时间有限 那么咱们今天的连线就先到这里了 以上就是今天中文热点的全部新闻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记得点赞关注 你也可以点击屏幕下的小铃铛 更及时的获得新闻推送 那我们在下期节目 再不见不散咯 威州生农总会官方认证 欲威生行 威州生黄 有效成分比药点高双倍 零农残 原桶炮生 开仓价 每磅50美元 独家中美陆路通 美国下单 中美三天收获 资深地产专家陈静 经销上万套曼哈顿豪宅 纽约安家 请电陈静 9176999629 意外伤害 我们来帮你 保罗爱里斯律师楼 718-785-8080 718-785 帮你帮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